大家好,今天做一個大家好喜歡街堅買來吃的消息 就是煎釀青椒,我只是煎釀青椒就不要再做其他,免得太多功夫 青椒這裡有六種青色,一種紅色,為什麼要用這個配搭呢? 不關我事的,因為賣給他一扎是這樣的打砸 我已經把裡面的核全都清了出來,洗了,現在正在瀝水 一會兒就開始來釀,配料來做,還有一湯匙的豆豉 一湯匙多一點的蒜蓉,再加兩片陳皮,浸完之後去浪,剁碎了 一會兒就把蒜頭豆豉肉混合汁,炆青椒 魚肉這些就是一般街市都賣到的現成,有300g 首先開始處理青椒 因為你釀釀之前呢,我之前其他煎釀片都講過的,一定要在裡面加一點粉 要不然你是黏不住那塊魚肉或者豬肉的 放少許粉之後呢,就用手指去塗勻 待會兒你釀釀魚肉就會沒那麼容易夾乾之後 好,等我釀釀完之後,開始釀釀的時候再和大家繼續 好了,那些椒就已經全部裡面,就薄薄薄的粉了 一開始釀釀魚肉,釀釀的過程裡面,就將一間濕濕水 不會黏太多魚肉在裡面 然後就這樣壓下去 那如果你想整隻椒都要有小魚肉呢 那就是要買多一點魚肉的 那一般來的我都是做在以前那個部分 就這樣,壓平了 然後就做第二隻 那差不多每一隻椒大,它都是一茶匙多一點的魚肉份量 那變成煎熟的時間就變成雙弱了,就不會說雙弄太遠 OK,那等我釀釀好之後,埋鑊煎的時候就和大家繼續 好了,那這個鍋裡面呢,我放了一湯匙半的油 那就是熱了,那熱了之後呢,我現在用一個中火大一點 那就可以開始放些椒去煎了 因為鍋的面積問題,那就可以分幾個輪子了 那要煎多久呢,那就可以分半小時了 那要煎多久呢,那大概是分半小時了 那不是分半小時,那是一分鐘左右 那一分鐘左右,那就可以煎到一邊了 那就可以煎到一邊了 那煎了一分鐘了,就可以翻一翻去 那就可以煎到一邊了 那就可以煎到一邊了 那就可以翻一翻去 那這個煎到一邊呢,你可以煎到一會兒呢 那就是煎到一邊的隔天便阿 那就可以煎到一邊了 那現在說bro Material師 Yao,先煎到有變大流骨 好了,看看什么环境 我们再继续煎一下 好了,酱辣椒已经煎好了 现在开始用多元的油 不是多元的油,是正面的油 打爆点酥辣椒和甜甜 很快,现在用一个中锅 然后锅面就热了 现在用一个汁料 一汁很简单 一茶匙糖,一茶匙蚝油 一茶匙生气和少许老抽 用一半碗水 好了,把它倒入 把汁料煮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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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一点胡椒粉 提味 加一点麻油 增香 然后把汁料煮滚 把之前煮好的葱片放进去 拌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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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刚才煎好的青椒 全部回锅 这些青椒已经熟了 最主要是把汁料放在一起 让它上汁 把火煮大一点 刚才我转到煮慢火 爆蒜蓉 然后可以加起来 加开蒜蓉 然後把汁料煮好 把汁料煮到盒子 就可以了 这个汁料煮得很香 这个汁料煮得很香 但是这个汁料煮得很香 很香 但是这个酱汁煮得很香 非常香 这个酱汁很香 好 正好 那我就不客氣去 不客氣再跟大家說 好了 這個相當惹味 相當好送飯的豉汁 羊青椒就已經完成了這個分口 好 希望大家喜歡 喜歡的朋友就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給個like 當作支持我 多謝大家 拜拜